貴賓致詞 接下來校長要邀請 我們蕭萬喜 蕭主任 來為我們勉勵 校長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PM班的同學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六年 這個國小的勝敗 那我們今天就要畢業了 那我個人呢 目前在中興醫政事務所擔任主任 今天呢 鳳梧堡跟社長的主派呢 來參加 我們會下五位同學 第十五屆的畢業編理 個人呢 有這個機會 來分享各位的喜悅 同時呢 特別的心理感到非常的榮幸 那從剛好五校長以及 市長的勉勵組裡面 無愛我們各位還是勉勵 大家 能夠終身來閱讀 終身來學習 相信呢 會帶給大家 無限的前途 無限的前途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能夠把握當下 能夠創造未來 最後我也是 希望 來 各位 各位畢業之後 能夠 走向有 理想 有願景 有未來的 一個前途 那這個呢 我是最後 還是 跟各位祝福 同時呢 來請各位 祝各位 畢業之後 能夠 來身心愉快 同時各位貴賓 能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